本口一台机车穿越马路时 遭到要左转的机车撞上乘客倒地 同样地点也是一台机车到路口停下来 遭到左转的乡行车直接撞上 甚至有机车要右转时 没看到穿越马路的人紧急刹车自摔倒地 这个路口是台中的福星北路 因为紧邻了一所大学一所大学宿舍和一所高中 而且旁边就是热闹逢假夜市 人车都很多 但是没有设置耗置 让学生都觉得很危险 这边就没有任何红绿灯嘛 而且晚上有点比较危险一点 没有红绿灯吧 很危险啊 不但没有耗置这个路口中央划设了 路口近空标线 但90度的弯道容易有事件死角 转弯车很难在转弯前看到 有没有人要过马路 这方呼吁是否应该要重新规划 就行人多嘛 这个地方就行人多啊 而且死角也多啊 死角是什么死角 这边车子开过来不是 你要左转其实就是一个死角 交通局回应 有和临近三所学校一起会刊过 并且在马路上设立减速板 让车辆方满速度 接下来会再次会刊 交通局说除了可以装设号置来改善以外 也能调整行人穿越道的位置 增加转弯车辆的缓冲空间 或加设反光镜 降低转弯车的视线死角 而请吴连红灵辉台中报道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谈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